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秘密大公開 許浩平 日記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流量左 抄襲愛寫日記的達人 陳安苡 新神代日記的秘密 LV 我要寫日記 顧我在 明星私密日記大曝光 一次讓你看光吧 歡迎收看國公 棒棒棒 我是川芒 土豪康 屈東橫 大家好 今天助理是誰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助理小貓 好 大家都有寫日記的經驗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下 寫日記好玩在哪裡 危險在哪裡 快樂在哪裡 危險 笨蛋 你沒寫日記對不對 我也有寫過日記 你寫過日記 你不知道寫日記會有危險 寫過日記 講啦 被人家偷看 對啊 你以前寫日記被你老婆看到 你不是玩的 對啊 但是我跟你講 有很多假掰的人 怎麼樣 他寫那個日記喔 本來都是自己看的 有人寫日記是專門給別人看的 誰 你知道嗎 這個是心機太重了 我不知道 我們現場的來賓有沒有人 是這樣子 那你以前一定有遇過這個案例 所以你才會叫是誰 現場可能有對不對 現場可能有 可能有 是誰 好了嘛 我們今天請到請問藝人 他們年代都不一樣 我們看不同年代 是不是寫出不同的日記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來聊聊大家寫日記的原因 好不好 好 各位那個陳大美女 我寫日記 其實剛開始是被我爸逼了 我第一本日記是小學五年級 是 對 然後第一篇日記 是我爸爸規定我要寫的 因為那時候要練作文嘛 你知道嗎 那我爸爸就覺得說 寫日記是練作文最好的方法 所以他就叫我從今天開始 好 他就給我一本本子 你就開始寫日記 他剛才你都不會寫啊 就每天都今天怎樣... 今天怎樣... 我爸都每天要檢查 看之後就寫什麼東西啊 他就幫我罵一頓這樣 所以每天要檢查 就變習慣 是 對 大概一寫我 所以我從小學五年級到... 寫到結婚喔 總共大概二十年 所以我這一落是一半而已 我家裡還有一落 對 就是總共大概有二十年這樣子 二十年 可是我們這種 小時候寫日記 寫到最後就寫 對啊 真的 對啊 今天沒事嘛 要寫了幹嘛寫 還是要寫啊 還是要寫啊 要寫啊 不然是今天也有寫了 對 小時候常常都... 是不是都被學校逼得寫什麼 日記週記啊 對 老師啦 而且老師最常講的是什麼 講公每天寫日記 幾十年來從不見斷 對... 對... 而且你看好像... 像我們國中寫日記 老師要規定寫 每日一詞有沒有 因為那時候電視上 每天有個每日一詞啊 每日一詞都有 對... 然後他就規定你日記寫完之後 要寫每日一詞 然後老師還要打勾檢查嗎 錯字還要幫你揪走 每日一詞 虎啦 要被揍 所以你在那個年代 是爸爸逼的 對 我剛開始是爸爸逼的 那LB呢 對 我第一本日記是小學 一、二年級的時候寫的 你寫什麼呢 是那個暑假作業 暑假作業 那你寫的內容是什麼 今天的雲才好美麗 現在要看嗎 這一、二年級的啊 對啊 想說你覺得很幼稚啊 你之前還有淹過水 所以裡面都破掉了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再來看 我們先講原因 然後一個一個看 每一個人的日記 然後呢 先講的呢 我們後面人就可以批評他 後面的講的前面 也可以批評他 對 就是公平 鬥爭納賽 然後到時候看 誰日記寫得最好 對 那你寫了多久 我寫... 其實我寫日記 都是沒有持續很久 因為我還滿懶惰的 對 所以就是那個暑假寫完 就沒有寫 就是有人在追的時候 才寫嗎 對 還對啊 我亂講的 真的啊 因為高中那時候 其實我有寫一本 就是比較小的日記 但是 其實當時是 因為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想說寫一寫 得到某一天 就是送給他這樣子 對 所以等於是 為了他紀錄的高中生活 OK 所以你初戀是高幾 初戀是... 高一吧 高一 那當時有考慮結婚嗎 一定有對不對 初戀絕對一樣 我... 對不起 怎麼會罵髒話呢 你這麼氣 對不起 就是我剛剛就是 看我以前寫的日記 就覺得天啊 太夢幻了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體會當時就是 少女的心情 所以在夢幻 寫日記的時候 就已經打算去哪裡 度蜜月了 你知道嗎 日記 有喔 我日記還要寫什麼 結婚一周年 你看看... 自我幻想... 沒辦法 初戀一定是這樣 少女的夢想 接下來這個厲害了 這個寫的日記我跟你講 亂寫 應該是文藝文 寫那個 寫那個外星人 寫外星字 還有一個為什麼要寫日記 有兩種 一種就是... 真的更破耶 對 我真的是很破 你看到日記本 真的從那個淹水裡面 救回來 你們住在一起啊 在同一區是不是 對 這個納利台風 也是那隻淹的是不是 納利台風 你這譬如說九年 他生出來沒啊 不是 後來啊 當時寫 但是後來被淹的 後來被淹的 然後連鑰匙都找不到 你看 結果從另外一邊打開 你看 這真的 第一次在電視上秀 他這個日記 我當時在書店還有看過 對 副牆牌 那很有名的啊 那時候那個日記長 都長這樣子 一定要有鎖頭 對 有鎖頭 那我寫日記有兩種 一種就是 我通常不是每天寫 那我通常是 比如說隔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 有感想在寫 對 有感想在寫 然後寫的 我還有一個特色是 我會去把上一次日記 來做媒批 等於說讓你自己跟 真是照講公的路走 真的嗎 那還有偉人的感覺 其實重要是說 我覺得跟自己的 那個時候的自己來對話 我覺得這滿有意思 因為那時候有些困惑 也許是一年前 兩年前 然後另外一種我的寫法 就是我會每隔一段時間 寫給比如說 四年 五年 六年 十年後的自己 然後等到那天的生日 再來跟自己對話 是 雖然跟我們不太一樣 但算有想法的 對 懂得過日子 對 是滿好的 這個不一定 等一下你看他日記 真的嗎 對啊 不過反而是那個 青色的那種年少時期 就是想交女朋友沒交成的啦 班上的這個 跟朋友之間的關係啦 等於有點像倒垃圾 所以就哩哩哩哩哩 寫了就一堆 但是也 也也是算少數 還有一堆啦 好可愛 還有畫的耶 對 還有字畫像這樣子 字畫那樣強壯的那種猛男 你看他畫得還滿不錯的 OK 好 我們先把這本看完 我們再來看 因為這本就是示範本 因為小孩子寫的嘛 這叫日記 這叫... OK啦 才六七歲啊 七月十四 今天媽媽買了四... 天啊 捲 錄 影 帶 我好高興 七月十五號 今天下午四點 我去上跳舞課 老師說我跳得很好 我好高興 結果就是我好高興 今天外婆和舅舅 還有表哥舅媽來我們家玩 我好快樂 這麼開心 今天晚上我們去看電影 我好高興 早上 媽和小阿表妹 表哥來我們家玩 我好高興 好 好 我知道我翻了很多頁囉 今天媽媽帶我和弟弟去外婆家玩 我和表哥弟弟玩鋪科牌 我贏了 我好高興 你這是一個高興的小孩 對 你真的好高興 你這個是什麼時候寫的 小學一二年級 七歲 難怪我就寫得跟我兒子那個 邏輯是一樣的 對啊 對不對 我兒子最近寫啊 馬上就要月考了 我雖然準備好了 但是我很緊張 對... 然後他有寫一些注音符號 對 好像寫太多我好高興 然後有一天就寫說 我跟弟弟下棋 弟弟贏了 我好生氣 對... 我好高興 我好緊張 有沒有...這還連續的 今天我和弟弟不棋... 下棋我贏了 弟弟好生氣 我和弟弟打電 打電了 那我輸了 我好生氣 也有很多篇是 我好生氣 要加油 要加油的 然後其他的還是 我很高興 還有 結果結論都是這樣 最後就是... 來 烏來...溫泉箱 這也算日記 烏來溫泉箱 接下來遇到什麼怪叔叔 不敢寫還是怎麼樣 我忘記了 那好像是... 好 就我後來又想要寫 然後把它翻出來 結果也沒有寫 OK... 這是我小學的 現在我們去看作家了 作家... 我小學有沒有比較高級 高級... 剛剛有沒有比較厲害啊 來 今天爸爸出國 我不想再寫經過情形 我只寫心裡的話 在寫這篇日記時 我是一邊掉眼淚 一邊寫 文筆很好耶 每當我一想到 要半年才能看到爸爸時 便很難過 不爭氣的淚就要掉下來 小學啊 天啊 我覺得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好憤怒啊 你知道 為什麼 每次出國都是爸爸 又不讓他退役 如果一個家 老是少了爸爸在家 那麼那個家 是多麼的冷清 寂靜 我就寫到這了 不想寫下去 我將來長大 一定不使世界這麼不公平 我要 創一份偉大的誓言 對 你這是小學幾年級 好厲害喔 好厲害... OK 到了 統治世界有點那種 這個... 這差不多嘛 下午媽媽准許我和同學 去買一本留言布 我們逛了星光 看了許多都不中意 最後在書局找到了 各自喜愛的 買了就回去 下午吹長笛 在老師面前一支吹不好 後來我下決心 我吹故意的... 老師很高興 就叫我將他練完 我今天真快樂 你也是好高興 馬上各業 今天晚上寫了一首小詩 媽媽的眼淚 和一封給朱老師的信 晚上舅媽弄豆漿 給我明天喝 我覺得很好玩 這真的豆漿 打豆漿也挺有趣的 而且特別濃而香 讓我想到自己做的事 腳可靠 在學校今天好多同學 都幫我簽了名 我很快樂 差不多啦 這小學寫得這樣不錯了 小五年級啊 OK啦 你那樣同志世界 當時的心情是什麼 我覺得寫那一篇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那時候很生氣 我爸常出國出差 你知道 就常半年一年一年兩 然後我跟我爸感情很好 所以他每次出國都很難過 很生氣的時候都會這樣 小孩子的幼稚啊 所以你同志世界 爸爸就可以不用出國了 因為世界是你管 那時候是這麼想的 那時候五年級 剛開始寫的日子 是我爸規定的嘛 後來 但是我是 我覺得我大概寫了 大概半年之後 其實後來有一點依賴那個日子 就變成說每天好像沒有寫 好像什麼事情沒有做 對… 後來就養成習慣 所以一寫二十年 就再也沒斷 都沒有斷過 你現在也沒斷 我現在寫部落格 對 然後我大概寫到結婚左右 有一陣子 結婚後有一陣子停了 因為你知道旁邊睡了一個人 怎麼寫都覺得怪怪的 是覺得好像有人在看你那個感覺 你知道 小燕 你看他那個 看他有貼照片的那一本 看好粗吻的嗎 粗吻… 對… 你真的記錄自己的粗吻 可是還不好笑耶 好 翻一下 我走一下 這本是什麼 今天出去玩我好痛 好痛心 我的粗吻就被人家奪走了 可是我好高興 可是現在想… 可是是這樣的 我那個男主角 不知道會不會翻臉耶 不會啦 不要念名字就好了 好 不要念名字 好了 我看一下 對 這是我的初吻那天的 初戀啦 初戀… 對 家 我昨天找了好久 這是什麼時候 12月5日 星期一 情 18歲 18歲 對… 我早知會如此的 今天本說好 不許說話的 結果到底是不行 晚上她在我去外婆那兒 又送我回來 該來的 她的表情好安心 對啊 我的初吻給她啦 我本來不肯她死殘活殘 一定要親我 我說我考慮一下 再多考慮一下 三考慮 四考慮 她一直要親我 一個射狼啊 我躲開 又躲開 讓她的唇落在我的臉上 但她還是窮追不捨 我真不知該怎麼辦 心裡衡量的是對她的感情 我自己也糊塗 心亂七八糟的 她又不斷要親我了 我嗚住她的嘴 躲來躲去 心裡猶疑得要命 等她的沉落下來的時候 我被她抱勞了 想躲也躲...什麼 想忍住不躲 我卻又把頭轉開 你光一個親就親很久了 好久喔 你該叫警察了就這樣 對...這一句很精采 我說 她好怕... 一直說好怕 她問我怕什麼 本來就怕 卻又說不出 後來... 怕懷孕啊 親嘴不會懷孕啦 後來... 就這樣 她激動而興奮的 繞著我的唇 舌 尺 而我呢 好像不害怕了 習慣了 我的天啊 好了 下面表演 她問我的時候 我只想 我得怎樣的反應她 其他 nothing 可是倒也不討厭啊 她親我一次 兩次 再三的不放我 我問她有什麼感覺 她只說她好喜歡我 她說我是她的唯一 有我 不再想看任何別人 她說 吻 只能吻心愛的人 都是這樣說的 對 要她去隨便吻別人 她做不到 她問我會不會和別人這樣 又問我什麼感覺 我看著她 聽著 聽她說著對我的關愛 我眼淚一顆一顆滾下來 我覺得好抱歉... 我從來不曾喜歡上她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 你根本不愛她 還沒有到嗎 那個時間還不是很清楚 那才十幾歲 十八歲 對啊 十七八歲 不是很清楚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你知道 她這個理智 戰勝於自己的感情 對... 你知道嗎 可是她後面寫的不是啊 但是她又想要 想要享受這個肉體的這種東西 對 不是 然後她就嗶了 我喜歡的只是那種 親密的接觸而已 你看 對不對 想要享受肉體 但很理智 我不愛妳 但我喜歡跟妳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 喜歡另外一個男孩子 可是我跟她這個男孩子 就是說 比較近 比較接近 所以一直很猶豫 其實我覺得那很正常 十幾歲 很正常 如果男生對不對 社會上男生也是 我不喜歡妳 可是我喜歡那種感覺 就... 這個時候應該要看 看男生日記才準 男生那時候搞不好 他心裡也根本不是喜歡妳 他只是想接吻 男生寫日記跟女生不一樣 我硬要娶她 好不好 我們看這個 我這是大曝光的 後面... 你現在講 剛剛講的男生日記 我剛好就跟妳的複印版 真的 也是W的 對... 這我沒有辦法自己唸 自己唸 你唸太唸 還唸不錯 你拿一點開始 自己唸太尷尬 自己沒有辦法唸 沒辦法自己唸 唸不出來會很尷尬 好 晚上啦啦隊 晚上啦啦隊練習 練完了想請她吃晚飯 她說要回家 而在樓梯間告訴我 她有話要跟我講 我也說有話要跟她講 而走在暗暗的情人道上 她... 這個人不能講出來嗎 對... 另外一個同學 另外一個同學 請我們吃麵以後 走回校園 到那靜靜的湖邊 面對十五的明月 她問我 要說什麼 我叫弟弟跟她說 你又亂講 亂拍 我問她要說什麼 結果還是被逼著先講了 我說出了 我自認... 自認識她 我自認... 我自認識她後的疑慮和惶恐 以及不去生活營的原因 她也告訴我 和我相處的愉快 以及... 的糾纏 那一句 如果是... 是我... 你跟另外一個人之間 我有選擇的機會 我會選擇你 我根本愣住了 心中想 也許今天我將有一個女朋友 但我依然覺得惶恐 我終於說出我喜歡她 我們也分別訴說了 其兄弟姐對我們的影響 我好冷 好冷...真的好冷 你哪裡好冷 穿著阿迪達汗衫 緊緊的靠著她 手搭在她的肩上 好溫暖 好快樂 送她回家 前晚紛紛的小雨 我們在校園裡擁抱 親吻 她好依我 除了不肯跟我... 除了不肯讓我 肆意的摸她的三角地帶 不肯把她怎麼脫下來 她就不肯就對了 看得到 可以的啦 我不要再看 什麼是三角地帶 三角地帶 不肯把鞋庫脫下 你把鞋子都脫下 她怎麼挑開好酷 她我覺得她太隨便 不要女孩都這樣 以後我如果不要她了 該怎麼辦 她應該從醉月湖那裡跳下去 在台大的時候 對 台大 我一直問她是不是第一次 她說是 希望這是真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 希望她是為了爭操而去聚託 而不是為了什麼什麼而不肯 不過無論如何 我...什麼 我喜歡她 我信任她 我信任她 我要她 我要弄到她 沒有啦... 還亂加的 沒有想到她後面 妳有這麼符合的 妳應該也有吧 妳後面應該也有 妳被打出來 我後面也不能 對 妳後面就不能 安逸說她後面 有更香艷刺激的 妳自己的事情啦 開玩笑 對 初吻都寫成這樣 我現在已經是婦人了 兩位女兒看到 男孩子寫這種事情 你們的感覺是... 感覺很真誠吧 對 我們這麼真誠的 在面對妳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都是這樣就是 你那天晚上做過什麼事情 都會覺得 因為你知道很想辦法 把它全部都記一下 所以會寫得非常巨細迷 是不是這樣 會 但是加了一點那種 浪漫的氣息在裡面 對 然後會非常... 因為自己也沉浸在那種氣氛 對話什麼都會想... 怕忘記 然後一個字... 都會把它記下來 反覆 一直在複習 對 那妳看了這個男生寫的 妳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 我們現在年輕比較寫 我們現在應該更入骨 不是 妳那個三角地 大概就第一名了嘛 對啊... 是讓我摸他的三角褲 因為他... 他剛剛還問我說 三角褲在哪裡 三角褲 來 我們看妳... 看完了啊 她的事情妳看過啦 人家... 妳有稍微長大一點嗎 有...這是高中 大概... 有戀愛的嗎 對啊 就這本... 他戀愛的時候 對 好啦 我聽一個噁心的 來 甜蜜 昨天晚上打電話給老公 老公啊 可是老公說很多感動的話 害我都要... 哭了啦 看妳一直想辦法 讓我開心的樣子 想不開心都很難的咧 我們...我們... 而且... 我們 還有八四年要一起度過咧 八四... 好 陪妳八四年 那我不就變成... 老妖怪啦 少臭美 我才不會陪妳到一百歲咧 妳去找別的女生吧 蛤 什麼 辦不到 那沒辦法咧 如果你一定要我的話 那我只能陪妳到一千歲 一千歲咧 蛤 花古山 我好可怕 其實土地好想見到老公 可是公公正乖乖的上課影 我太想妳了 沒辦法 只好乖乖 此外翹客 待在憨樓 住... 家裡 憨 住爾棉 我們 對 爾棉 一直幸福下氣喔 兩個人是不同世代 沒有沒有 我自己看 這才是叫火新聞耶 沒有 我現在自己看 我都覺得怎麼以前會這樣子啊 因為我現在也很受不了這種 好啦 這個吵架篇喔 來 笨笨老公 老公好想你喔 手機裡面新的簡訊好少啊 不知道老公寫條條 條條 就是我們那時候 很流行寫字條 不知道老公寫條條 對 叫字條條 三迷友 沒有的意思 迷友 不知道老公寫條三迷友 老公寫條聊迷友 迷友 這兩天都迷友 聊到天說 其實老公... 真的火新聞那個看不懂 其實老公該不會 一點都不在乎條條的 是吧 什麼 QQ什麼東西啊 QQ是什麼 他那個表情符號 表情 其實要不是因為想要有你的 至極能帶在身邊 想你的時候可以拿出來看看 我根本就等不及下次見面時 才能知道你的感受啊 娃娃 老公 我快發瘋了啦 如果你能會吃醋一點就好了 我真的很生氣 你都不會吃醋耶 到底我是不是你老婆呀 為什麼那麼大聲啊 其實很大 他完全知道當時的情緒 一定是這樣子 注意 是 變土人了 阿不乳豆 阿不乳豆 烏拉拉 恰姑恰姑 嘻拉吐拉 什麼東西啊 這咒語啊 什麼意思 我那時候好像撒嬌吧 就是不開心就會 其實跟他講說 現在又講有點害羞 沒關係... 你長大了... 阿不乳豆... 怎麼歪歪... 這樣亂捏一球 我的天啊 生氣了 但是又想撒個嬌 OK 找一篇有沒有 比較我們大家聽得懂 很難吧 還是都是你... 還是我自己... 這個... 這個就是最近我們比較熱門 我們就要聊 好 耶耶耶 什麼的音效喔 中華隊贏了耶 哈哈 其實我之前超級討厭棒球到極點 可是今天下午兩節加正課呀 我們都在禮堂看轉播喔 呵... 其實還滿刺激的說 的說 而且拳內打的時候真的好爽 而且... 我跟你說喔 我們學校有個歷史實習老師 叫一線 我咧超可愛的啦 今天他看棒球的時候 無敵可愛的喵 沒有這樣子嗎 怎麼辦 根本就愛死他了呀 乖... 乖... 什麼... 拉警報 什麼警報 還以為你乖... 如果他來當我們的實習老師的話 我一定會把週記寫成日子 每天寫他個兩大面 Fo...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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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哪哪哪哪哪哪 就是比較... 這是自己發明的啦 等一下 你們在日記就算被偷看 人家也不懂是什麼 有沒有被偷看過 應該沒有 妳沒有 你們三位 有兩個人很喜歡看我 一個是我媽 一個是我男朋友 所以我到處藏 你知道嗎 後來我昨天在翻的時候 因為很久沒有看了 然後昨天在翻的時候 才發現我男朋友 還在上面給我眉批耶 氣死我了 因為他有一陣子 可能就是我那時候 有點腳踏兩條船 所以他在裡面每一批就 然後他把所有 我有寫到別的男生的地方 都圈起來筑記 我之前不知道 可是這樣很尷尬喔 看人家日記是不對 可是你又發現了對方 對不起我 後來應該不是嫁給這個 那怎麼弄啊 沒有嫁給他 還好沒有嫁給這個人 對 後來 而且他那時候 還把那個 他覺得看不順眼的片章 都撕下來 所以我有幾本日記 那你們後來有繼續交往嗎 沒有啊 交往了大概我看 快八年喔 不是說他看了你日記之後 所以你劈腿之後 還有繼續交往 就分手 沒劈完就說 分手之後又復合 他就走了 對 分手之後又有復合 因為那時候他就 當然就很生氣嘛 是 生氣之後害我們就 大概就吵架幹嘛 就鬧得不是很愉快 可是後來分手之後 他後來就回來找我 然後等於又有復合 原諒你 對 拖拖拉拉的搞了 那為什麼又分手 最後是 對 所以我跟你講 有時候不是只有 男生會劈腿嘛 對啊 對不對 這種文學作家都對不對 矛起來劈 對 你有沒有劈腿的預計啊 很多耶 很多 對 你現在還劈嗎 現在劈腿啊 要劈還得了 現在很劈了 不過我覺得我老公很有趣 我老公他 他有承認說他偷看過我日記一次 他翻了兩頁之後 他就不敢看了 他就全部蓋起來之後 他再也沒看 乾脆不看 對 所以我的日記 其實他都知道放在哪裡 但他不會看 為什麼不敢看 他是什麼心情 他覺得 會忍不住想撕掉 潘朵拉的盒子嘛 因為有些是婚前的 雖然是婚前的事情 但是看了時候心裡會不舒服 他看了會想靈魂怎麼辦 而且他說我寫得太巨細迷移 他說他看了會受不了 太露骨了 而且你知道嗎 文字的功力 有時候是比照片更可怕的 因為他有想像空 對 那個 我啊 我 不知道有沒有偷看 但是沒有人跟我講過 偷看過我日記 你也沒發現過 也沒發現過 然後我的日記說實在看裡 也不會有什麼感覺吧 來兩邊我們看 跟他們比起來 我真的太小兒科了啦 有沒有那種 胖子受被欺負的那種 沒有...我那時候 我寫日記的時候很壯 這就是這張圖嘛 174公分 70公斤啊 這是 情人節 76年2月11號 冬天 大夥一直告訴我 星期六是情人節了 So what 反正該來的總是會來 不該強求的不是嗎 好歹也過了十九個 Lonely... 什麼 Lover's Day 那還不知道叫 Wantan Stay吧 Lonely Lover's Day 任命吧 情人節 最近自己稍懂上進了 葛說我看起來 似乎壓力很大 我想是好現象 至少我覺得 沒有他想像中的嚴重 今天好困 睡了一個多鐘頭 來 加油吧 這在補習班... 這在補習班的時候 就是流水障這個 是... 寫這個日記的經驗 其實我寫日記過程 一直想交女朋友 沒交到 然後有碰到適合的對象 也有喜歡我的人 可是就覺得 不是很喜歡我 就不想交 一直卡在一個矛盾裡面 OK... 所以我的日記裡面 一直在鼓勵自己交女朋友 然後又一直在後悔自己 怎麼沒交到女朋友 是... 有沒有交到的呢 沒有 所以當時很矛盾 關於女友是... 寧缺勿爛的心情 可是就這樣弄了十九年 又怎樣 對啊 對 反正老就是gay 不是... 我也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也不是這樣 很掙扎嘛對不對 很掙扎 要不要出櫃 來 76年5月8號 星期五 這次寫女友... 女友... 有歷史了 今天開始和朋友... 不是 今天開始和明天有模擬考 好 因為範圍太大而放棄 真的有... 真的很抽象 說真的 心中還是頗追了 剛才念了半課三民主義 便覺得精神不集中 而且心浮氣躁 想想寫寫日記吧 放鬆一下 有些時候自己想想有關 Girlfriend的事 才發現我的立場相當堅定 不是很喜歡的Girl不追 但是事實上 我心中卻充滿了矛盾 和別人談起戀愛 觀來真是頭頭是道 假如真的有一天自己 也有了Girlfriend 那又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呢 天知道 他這個用詞很好笑 什麼樣的光景 對 滿文雅的 那個時候是文藝青年 我們那個年代 文藝青年 對...文藝青年 是... 好 最好是雖不重 亦不於遠 亦不原意 否則在大魂面前 就真的被虧了 現在覺得尖的個性 成口舌之能 我想在最後的五十四天中 也不要太常和他接觸了 完了 完了 真的完了 心情不好 那小碩事... 看過就算了 別計較 別計較 OK 今天與楊約在馬街醫院 那個不要 那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了... 但是從三年四十五 等到五年四十五才找到人 可憐的我 和他一直叫什麼的學妹 一直等 從四年二十一直等到他來 聊了些 但我不喜歡他的學妹 反正也不干我的事 只是他今天實在破壞我 有和他獨處的機會 後面沒有香菸刺激的 真的我保證 但是我們三人 由馬街醫院到西門町的頂上花 吃炸雞 然後去萬年的什麼東西 喝果汁 吃冰 還到... 還看到有人打架 真刺激 哈 也到沒... 沒受他學妹的影響 後來和他送他學妹去坐車 然後我們一起去坐二六五 本想到他家那一站 但他說下車走過光復橋 我們就如此邊走邊聊 一直到他家 他說再走 直到時間差不多再回到他家 然後... 沒有發現什麼... 真的沒有發現什麼 他送我坐車 路上還幫我擦汗 可以啊... 你為什麼會翻到那一篇呢 很奇怪 用他的... 用他的... 用他的什麼 用他的... 瓶和手帕 是瓶手 用他的手和手帕 真的滿喜歡他的做人方法 或許吧 我想他當我的Girlfriend 可能嗎 不知 考完再說 明天又和他約在他家的 我們要講那個啦 考完再說了 考完啦 明天... 又和他約他家那個 你幹嘛要這樣 考完再說 這個尺度沒你們開放啊 這個... 我每次來你們這邊都出大事情 你知道嗎 上面出什麼事大事 上次那部電影被你們播出來了嘛 你還講 什麼電影 什麼招... 什麼晚九招五那個嘛 這個做愛那個啊 你後來沒事吧 不大 文藝青年... 哈豆其實有頭髮的 有頭髮 你這時候還長得... 長得滿像張鎮的耶 長得像張鎮嗎 對啊 真的滿像張鎮的啊 我那時候長得還不錯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不應該沒有女朋友 所以我真的是陷入矛盾之中 我不陷... 矛盾... 我最近案內一個女生 案內的高一高二到高三了 兩年多 因為毛快遁了 不是 有陷入矛盾當中 不是... 就是... 他也對男女生交往中很包床 我們學校都是在新的嘛 是矛盾什麼呢 到底是... 矛盾什麼 你就好好跟他再一次就好啦 第一個 學校會管 像我戴罐頭就記大過啦 你戴什麼漫畫也要記大過啊 然後男女生交往也要記大過啊 所以你是怕被記過 他怕 我也怕啊 但是因為我們旁邊的同學 都有交女朋友 我也想說不怕就交嘛 可是他很怕 因為他是外校考進來的 又很乖 超優秀 就我就暗戀 死腦筋暗戀他兩年 不想拖累他 高中的 哪有 情人節過了 心中坦然不少 是什麼東西啊 大家都說我為何沒交女朋友 後來想想 自己從高中開始 只看上兩個女孩 一個零 那是暗戀那個 一個A班的 A班的補習班的 補習班的 而兩個都不了了之 因此到現在還是Single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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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想拔是假的 苦無對象 唉 再說拔 我沒有行動力啊 我沒有行動力 我真的沒有行動力啊 我真的很慘 真的 他我是在心小事 是喔 念到高中你也沒行動力了 對... 真的悶 苦悶 你們真的苦悶 我們高中是忙得不得了 所以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另外那本就寫很多 勵志的東西 你看 那個才恐怖 那個勵志到 一直鼓勵自己 對 一直鼓勵自己 不要氣餒 要幹嘛... 為阿朵這個... 我的勵志嘛 對 他勵志 第一 學校方面 所以我講幾個重點 對... 不與同學有龐大的金錢來往 對... 您做市井小民 也不亂出風頭 哇... 考試盡量少作弊 太少作弊 除非... 有事書沒念完 你常常會有的事嗎 怎麼會這樣寫 我羨慕別人也有女朋友 還是女朋友 還是女朋友 對... 要多辦與外校女同學的交易 對... 對異性不存太多幼稚的幻想 但多接觸女同學 好矛盾喔 我在整理我的心情嘛 對... 在班上塑造一個穩重幽默 有安全感的形象 這次學校 絕不放棄英文 日常生活 男生真的都好幼稚 絕對少抽菸 少去幻想一些無聊的事 就是 還有啊... 還是女孩 這個就是 其實當時的一段 那有天啊 給自己的鼓勵吧 看成語故事 因為其中有甚多是在說 煉君王的 劍 劍君王 對不起 煉君王 劍...劍言是劍 劍君王 使我感慨 除卻封劍王權之外 其實... 又...此又起非千古依然 賢者為... 昏者為主 昏庸的昏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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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均能出... 出將入巷是不是 出頭為主呢 這份對人才而言 那種強烈的機遇 認真是太深刻了 如台大人才之聖 他日栋梁為王丞相之人 你現在好像... 你現在好像... 好像他進...進劍 又有幾何 OK 笑揮揮衣 四月十七召開 我訝異 居然只有我一個 是學生 其他兩位均是老師 因而我的處境尷尬了 雖然心蹤不平 但一切只有狩獵 因為那個時候是我參加 台大的校徽的比賽 得到的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第三名都是老師 是 然後所以後來你現在看到 手上就... 後來現在... 你設計... 台大校徽是我設計的 真的嗎 對 是喔 國立台灣大學 那時候台大歷史系 三年級的時候 尊品力學 愛國愛人 是我們的校訓 台大的校訓 是你設計的喔 對 你真厲害喔 今天可以證明 這個男女生的日記差很多 差不多不一樣 男生都是勵志 女生都在寫男朋友 沒有... 都是在寫情欲 情愛 對不對 他把舌頭伸到我的嘴 對 然後三千 我不要... 不要... 其實我不要停啊 結果他就停我耳朵根 真的 弄得濕濕倒 雖然我不喜歡他 但是我還是要享受這個狂吻 對 這種觸感 真的 還好我沒有帶更緊張 我好想他摸我 但是他不摸我 就自己摸自己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你們到現在還有在寫日記的習慣嗎 還是有 我們等於說都在網路 像我有一個學浩平 神秘世界部落格 結果現在大家都把這種 隨便寫的東西 就放在部落格 我也是部落格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今年過年就寫 是 你寫什麼 因為我知道台灣很冷 我寫 哇 今天風和日地 太陽好大 我曬得都脫皮了 我好高喔 恭喜台灣 嗯 然後我就寫 我在海邊做快樂這樣 搭得很風 俊鵬你寫過這集 有啊有啊 你寫了這集 最經典的一篇是 誰記得啊 而且只是在小學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寫過一個 我自己到現在還覺得很感動 幾歲寫的 高中的時候 你寫什麼 我的英雄已死 就這集是嗎 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時候我已經 覺得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個我可以遵循的一個 那種方向 你怎麼了當時 不知道 因為太自負了你知道嗎 你最屌 不是...不是我最屌 不是這個意思 是說... 比如說小時候 你可能會想說 我崇拜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什麼樣的一條路 沒有這樣子的典型在素席 可以讓你... 你已經沒有方向 可是我覺得我的英雄已死 那現在呢 現在 不過真的 我覺得寫日記是好的 對不對 可以回憶以前的這個 點點滴滴 尤其現在小朋友嘛 現在小朋友用電腦 用太多了 很客氣 你真的不叫他們寫日記 我跟你講現在那個字 都不知道什麼是什麼 對 什麼是什麼 很可怕的 我現在看我以前的日記 我覺得最驚嘆的一件事 就是我字真漂亮 這是真的 對啊 現在小孩子很可怕 現在小孩子真的很可怕 現在我們只會選擇題的 對 比如說一個字我們只會選 哪一個是對的 對 但是叫我們寫出來很難 寫不出來 這個 大概家長要稍微注意一下 把電腦回去砸爛 電腦要學 但是寫日記 其實是個人很私密的東西 對 所以你沒有習慣寫日記 也千萬不要看人家的日記 對 對不對 沒有習慣寫日記的小朋友 最好養成習慣寫日記 恩年以後 就像今天的四位 就很快樂了 好不好 今天希望各位參加國王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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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